最近,2021年4月,有一位金融公司的高管和人电话交谈,被对方录音放到网上,传播很广,导致他以身体健康原因被解职,失去了年薪几百万人民币的工作。 他是作者在北大的本科同学,在同学群里,很多人提到,如果不提事情的起因,只讲电话录音这件事,参考对话里面的内容,对方在给他打电话并且撕下录音的时候,可能早已准备好了要说的内容并且要公开。 那么,如果是在美国假给以电话,或者约以出来谈话,同时在以不知情的状态下,私下录音,然后公开,或者用于法庭诉讼,合法吗?能达到目的吗? 这要看是在哪一个州,以及谈话内容和环境,还有假以双方的身份等等,美国是联邦制国家,各州的法律不一样。 简单来说,在以下几个州,需要假以双方,都知情并且同意,才能录音,否则是违法行为,加州,伊令沃州,宾州,马萨诸塞州,华盛顿州,佛罗里达州,马里兰州,康涅狄格州,俄勒冈州,蒙大拿州,新罕布什尔州,和夏威夷,如果假以其中一方在以上各州播出或者接到电话,那么,就要双方都同意才能录音,否则, 录音是违法的。在美国其他各州呢,没有上面的规定,只要其中一方,比如播出电话,或者接到电话的人,愿意和想要,就可以私下录音,一般来说,也可以过后放到网上公开。 当然,这里有其他一些限制,比如内容不能经过剪辑,故意误导,你是谋假吗?是,今天是星期三对不对?对,你欠我,一百万有没有,然后把前面的事和对剪辑到后面,不能违背职业道德,等等。 在当年的刘强东案中,小A给代表刘强东的律所,在明尼苏达州,打电话,后来就流传出据说是双方的电话录音,而且有的版本,经过了一些剪辑。 因为律所是代表刘强东的,小A不是律所的客户,所以至少在这方面,不能说违反了职业道德,当然在其他方面值得商榷。 注意,以上的情况同样适用于面对面对话,比如,如果家找到以当面对话,同时偷偷录下对话内容,在美国大部分州,这个行为本身也可以是合法的,录音有可能作为证据或者被公开。 一般来说,记者,媒体,在采访的时候,尤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,如果你不想让私下被录音的谈话,影响到你的生活和事业,那么在讲话和接受采访时,需要特别注意。 如果是三方或者多方电话通话呢?那么,只要其中一方,位于上面需要通话各方共同同意才能录音的州,一般来说,这个共同同意的法律,就适用。 那么,这样取得的录音,能够作为证据在法庭使用吗? 原则上,合法获得的证据都可以使用,但是,很多法官会认为,使用欺骗手段,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,射套的人,侵犯隐私的人,不应当从中获利,尤其是在一些民事纠纷中。 而且,当事人也可以提出,录音不能以偏概全,还要与其他证据比照。 如果是刑事案件,或者涉嫌种族歧视,性别歧视性骚扰等等的案件,那么,标准又不一样。 录音有可能起到更大作用,也更容易被接受和采用。 我们听说过,一些人因为私下谈话,或者在自媒体发言,或贴图有问题,比如政治不正确,而遇到麻烦,遭到抵制,或者被解雇,被退学。 如果是第三方私下录音呢? 比如,配偶中一方与别人通话,另一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私下录音录像,或者请私人侦探录音,或者有公司窃听双方通话。 这类行为,一般是违法的,取得的证据一般也不能用于诉讼。 如果是公司接到个人、用户、顾客的电话,或者雇主与员工对话,对应的法规和标准又有所不同,还要看对话的内容是什么。 总之,中国古话讲,或从口出,言多必失,来自中国的人,很多听说过赵忠祥老师的电话被录音的故事。 在美国的人,也听说过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实习生莫尼卡鲁温斯基的故事。 他给一位年长的女同事,Linda Tripp,打电话诉说她与克林顿的情思苦中,没想到被那位同事私下录下来,把录音交给了调查克林顿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。 值得提到的是,Linda Tripp住在马里兰州,因此她做的电话录音是违反州法的,她因此被州里起诉,但是因为各种法律程序原因。 最后这个诉讼也无疾而终了,所以即使在上述那些需要双方都同意,才能被录音的州。 如果你的电话被私下录音,并且用作不利于你和其他人的用途,你也很可能像鲁温斯基一样没有什么办法,或者无法挽回损失。 那么,怎么办呢? 对于不清楚来源的电话,对于让你感到不舒服、不安全,或者有顾虑的电话,你可以考虑提到不希望被打扰或者不希望隐私被干扰,让对方写信或者找你的律师。 难道对方还能顺着电话线爬过来咬你?你可以听对方讲话,了解情况,但是自己不回答,不表态,不评论。 日常生活中,不管是对于电话、其他通讯,还是当面讲话,对重要或者敏感的事情,说话前要三思。 美国公司和一些名人,在被采访时,经常拒绝评论发言,或者说无可奉告,no comment。 现在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原因了。 话说回来,如果有别人给你打电话,威胁你,敲诈你,骚扰你,或者讨论合同和其他重要问题,双方有争议的问题,你也可以考虑把电话录下来。 尤其是如果通话双方都在不经过对方许可就可以录音的周,这个也可以作为对你的保护和帮助。 美国约翰·肯尼迪总统的遗孀,杰奎林·肯尼迪,在肯尼迪去世以后,又改嫁了希腊传网,他曾经多次被书上邀约写回异录,都拒绝了。 他说过,不要把自己的事情讲得太多,留一些让别人去猜。 以上内容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,供教育和交流目的,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,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。